我来到总决赛的感受就是非常的好 因为觉得今年总决赛他们的布置啊 也包括他们的规划 我觉得都是非常高的水平 也包括我非常享受这里的氛围 而且大家都是排名前八最厉害的选手 我也非常期待可以跟他们对决 目前来看我觉得是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态来面对这部总决赛 那对于成绩上你有没有什么考虑 成绩上我希望对我自己要求就是在球场上把自己的网球打出来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如果把自己的网球打出来 我有实力打败任何一个人 但是呢总决赛他是一上来就是面对很强的对手 所以说你没有就是像平常循环线一样缓冲的时间 你得一上来就保持那种刚好的竞技状态 然后呢从第一分战斗到最后一分 因为这些的球员都是在关键分上的把握 可能有些时候你不注意机会就溜走了 所以说我觉得我得非常的专注才能在总决赛上面脱颖而出 那刚才说到了就是一上来就有非常激烈的比赛 那对于明天下午就要进行的比赛 您目前是做了怎么样的特殊的准备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调整 有没有信心 我觉得特殊的准备就是跟平常训练的一样 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走 当然我知道萨巴伦卡他已经是个很强劲的对手 但是呢我觉得我完全有打败他的实力 问题只是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在球场上面打败他 就刚刚我说过对于他关键分的把握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虽然说他的进攻火力非常的猛 但其实他也有不稳定的时候 其实经过以往的比赛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球场上面其实会出现一些很离谱的实物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他 我觉得需要把握住那个关键分 所以说我觉得对战下一场比赛 临场发挥真的很重要 我不知道最后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时候到利亚德 但是我看您的功课做得很仔细 你甚至知道利亚德有600米的海拔 就是这个地方对你来说 你适应的怎么样 做的准备怎么样 其实我第一天来到利亚德训练的时候 我感到很吃惊 因为我发现我的机球动作速度 都是跟东京一样的感觉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球飞得很厉害 我用的同样的力量 但是在东京球没有出界 在这里我的球就会出界三米甚至四米 然后后来我的教练来了之后 他告诉我原来这里有600米的海拔 然后呢我才开始思考 然后呢进行什么样的改变 然后慢慢的才调整过来 因为我觉得像环境的改变 其实对于球员它是蛮重要的 你需要去了解它 想跟球迷和电视节目的观众说些什么 谢谢关注我的球迷朋友们 我会在利亚德进行接下来的比赛 然后到时候我们电视上见 如果真的想来现场看我比赛的球迷朋友们 那我们就现场见 我也会在利亚德好好加油 争取能取得自己最好的表现